平中警方破获了一个暴力讨债集团 这嫌犯以当铺作为掩护来放高利贷 甚至还恶劣到借款人身亡 债务就直接转移到年迈的父母或是子女的身上 除了会缩使小弟拿棍棒殴打借款人 逼迫他们还本金跟利息 甚至还拿着大声工到住处去大声喊叫 让被害人不堪其扰 看到警方找上门 嫌犯离开始还装傻 不过一名妇人坐在旁边不断的擦眼泪 让远景觉得不单纯 负责人向远景辩称 妇人的儿子因为向当铺借车不还 才会找上他的母亲来处理 不过远景其实早就掌握证据 当铺的员工根本就是讨债集团的成员 因为他借款以后死亡 为如期还款就以暴力所断逼迫还钱 他母亲被逼得走投无路 36岁的许姓嫌犯以档铺为掩饰经营高利贷 要求借钱的民众以汽机车作为抵押 如果不按时缴交本席 就会叫小弟拿棍棒统殴恐吓 就算借款人身亡 债务就会落到年老的父母亲身上 甚至会拿大声工到住处干扰生活 这次能够被一举破获 让许多受害者家属松了一口气 记者周梦翰李思贤屏东报道